这节课给大家讲一下中性灰对人像皮肤光影的修复 一样的先讲思路再讲操作 我们都知道一张照片 它是分为影调和色调的 色调指的是它的色彩关系 影调就是它的黑白灰光影关系 那么中性灰修图 它主要修复的是光影关系 因为要修复光影 所以我需要先排除颜色信息对整张图的干扰 那我们就需要创建一个黑白观察组 那么黑白观察组是如何创建的呢 你可以按一下字母键D键 让你的前景色和背景色默认为黑白 然后选中对应的图层 单击图层面板下第四个图标调整图层 此时找到渐变映射 那么它就会给最暗的地方填充黑色 最亮的地方填充白色 那么其他的地方有这种不同的灰度进行过渡的 变成黑白之后 咱们需要增强这种反差 可以通过曲线 选中最顶层 单击图层面板下第四个图标调整图层 此时找到曲线 咱们可以把右侧的这个滑块向左去调整 然后鼠标的光标在中间的位置加一个点向下压 画面的光影问题暴露的就比较明显了 曲线压按之后 按着shift不松手 将这两个图层都选中 Ctrl加G图层编组 在观察组的作用下 普遍的光影问题就暴露的比较明显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我现在想要使用中性灰 那咱们要修的地方是哪里 使用中性灰修图 你需要理解两个概念 一个是宏观 一个是微观 宏观问题我们看的是它大的光影 比如说我们知道额头的这一部分是亮的 那么颧骨苹果肌的这块部位也是亮的 然后接下来鼻梁的这块区域是高光是亮的 再有就是下巴的这块区域也是亮的 嘴唇上方唇峰的这个地方也是亮的 那你也需要了解它的背光部分 那么背光部分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从这个亮部过渡到暗部的这个区域 比如说额头发际线的这块地方是暗的 那再比方说颧骨转过来的这种侧脸的区域 它也是暗的 同样的鼻子两侧这个是暗的 下嘴唇到下巴之间的这个厚度它也是暗的 那微观指的是细小的瑕疵 咱们刚才说了两颊一侧 它这个属于暗部 但是在暗部里面 它也会有一些光影比较花的点 比如说这块区域它就明显偏亮了 它会充斥着这种比较亮 比较暗的这种斑斑点点比较脏的地方 那咱们需要做的就是提亮这种暗的地方 让它跟周围的光影融合在一起 但是它又属于整体一个暗部 咱们要修复宏观的时候 你的视图要缩小 你修复微观的时候 你的视图就要放大 那接下来咱们演示一下具体的修复 首先中性灰修图 它要在观察组下方 所以我选中背景对应的图层 单击图层面板下倒数第二个小图标 创建一个新的空白图层 创建结束以后 将图层的混合模式改一下 改为柔光 何谓中性灰 就是明度为50%的灰 我单击前景色 大家看这里有HSB H指的是色相 S指的是饱和度 B指的是明度 如果我把B值改成50 那得到的这个新的 就是一个50%的灰 也叫中性灰 此时单击确定 然后去填充中性灰 它的快捷键是out键加delete 如果它在正常的模式下 它是一个正常填充的灰色 但如果我这个时候 将图层的混合模式改为柔光 那么柔光 它可以过滤掉50%的灰 也就说把中性灰去掉了 但是在柔光的这个模式下 它过滤不掉黑色和白色 比方说我在中性灰的这个图层上 涂抹黑色 那么它就是一个压暗的意思 那如果我涂抹白色呢 它就是提亮的意思 所以我中性灰修图 就是借助这个中性灰对应的图层 把需要压暗的地方给它压暗 把需要提亮的地方提亮 从而达到修图的一个目的 接下来咱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操作 首先我们从左侧工具栏的位置 找到画笔工具 它的快捷键是B 然后单击工具栏下方位置的这个小图标 让前景色和背景色默认为黑白 那么前景色和背景色互换的快捷键是X 大家注意在修复的过程中 如果你用的是鼠标的话 你的不透明度和流量都要设置成10%以内 那如果你像老师一样用的是数位版 那我们可以把不透明度设置为20%到30之间 然后把中间的这个压力值打开 如果你使劲涂抹 它的变化就会比较明显 如果你淡淡扫 它的力度就比较轻了 比方说我先把视图缩小 咱们先修复一下大的结果问题 你可以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的修 先来看一下额头 那么额头这块区域的话有一点点扁 咱们可以把前景色设置成白色 白色是提亮的意思 所以我就可以适当的在额头比较扁的这块地方给它扫一下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额头就没有那么凹陷了 那眼睛的这块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里有点太白太亮了 会显得特别老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结构稍微压下来一点点 脸颊也是一个道理 比如说这里有一些白点 咱们也可以把它压下去 简单修了两笔宏观 我们看一下之前之后 这个面部就比较饱满了 修复微观的时候 你可以适当的把画布放大一点点 有时候嘴角这块特别脏 咱们可以先使用黑色的画笔 把这个白色的块给它压下去 然后再使用白色的画笔 把这种明显比较黑的块给它提亮 咱们简单看一下调整之前与调整之后 同样其他的地方也是一个道理 咱们快速演示一下 当你刷完之后 你可以把观察组的这个眼睛关掉 咱们现在看一下调整之前与调整之后 以上就是中性灰对面部光影的修复 你学会了吗 咱们快速演示一下